妥善处理 看不到 真的眼说瞎话 我个人认为他是不及格 重建国家改造社会洗涤人心 这个事实上是蛮可怖的论述 内阁里面都是他的小圈圈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放话 不要再骂我们断交部长 我其实对赖兴德的演讲 就是在挡在拖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回到 那个2月14号 惊吓撞传事件本身 来去看 以及从大陆的角度 大陆的民间到官方 对这个事情 2月14号到今天为止 台湾的处理的方式 以及到目前 要怎么接下来妥善处理 看不到 看不到 那两位渔民的遗体 现在在金门要摆日了 但是这个部分都还没有进步 的处理 那然后呢 这15艘就是各式船舰的巡回 它是一种表态 表态 也就是说 与其我们这边一下就跳到说 这就是对于灰色区域的这种逐渐的蚕食 执法 他不如是 你要把这个214的事件 你怎么样做一个交代吧 因为在上一次 傅坤旗跟17位立法委员去的时候 他就只是开放马祖 而没有金门 众所皆知嘛 因为这个事件 大陆这边怎么去 说在这个事件你还没有任何的清楚的 这个回应之前 他怎么会去开放金门的旅游呢 这个对金门的老百姓非常不公平 因为惊吓本来就是一句圈 那现在他又推这个辅马 这个共通卡 那结果我们的陆委会那个副主委 今天发言人詹志宏说 我不了解 为什么你不去金门 不开放金门 然后呢 这个壮传事件 真相 表示说要有真相才能够有说明 才能够有道歉 他真的也说瞎话 我们自己把这个事情处理到这种地步 你不去好好面对人家 我以前处理过 2008年日本的海上保安厅 撞我们的联合号渔船 最后是道歉赔款 我以前处理过 菲律宾跟我们的渔船 他的公共船开枪 打死我们的渔船广大信号 最后我们到菲律宾去采政询问 菲律宾后来起诉判刑 那几个船长跟船员 对不对 我并不是说我们要比照办理 我只是以一个台湾的角度 我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那你不能一句话 没有录影 一切合法 他自己掉了水里面 要给你钱 你要签字 这个不是处理的方式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说 还是一直这样压在那边 两岸永远中间 在赖清德上来之后 永远有一个疙瘩在这边 这个疙瘩会越来越严重 至于讲到 就是说赖清德的演讲稿 我觉得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 美国那个助理国务卿 就是康达 在上个礼拜 他公开的说 他说赖清德当选之后 到目前为止 表现及格 我个人认为他是不及格 因为他自己说 要重建国家 改造社会 洗涤人心 这个事实上是蛮可怖的 这种论述 然后他用的这些 内阁里面 都是他的小圈圈 很多人 当然你知道 他的小圈圈 一定是相当坚持 台独理念的人 而且是从文化 教育 社会改造 郑力军 然后小野 到教育部长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 所谓的洗涤人心 其实让人家觉得 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 吴钊燮自己放话说 我们可能会丢两个国家 众所周知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放话 吴钊燮 他大概已经某种神怒 是扮演一个国安会 秘书长的角色 他以前也做过 所以他这个时候放话 可能大概是刻意要去 这个打预防针 一方面是可能担心 大陆可能真的 在这个时间一点 会去把这两个国家 给撤反 那另外一个担心就是说 我话讲出来 反正到处丢了 你不要再骂我们断交部长 那 但这表示说 他一定有讯息 这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 自己本身大概都想要去改变了 对不对 但是大陆现在释放的 就是说善意的讯息 出来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 从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到他们立法委员 吴思瑶或林楚英 对于光是马祖这一块 马祖现在怎么可以帮人家办 这个共通 这个叫什么 辅马共通卡 然后等等之类说 这个是对岸用廉价经济红利 来促使地方包围中央 我觉得好好笑 你民进党 你民进党为什么不可以给马祖 廉价经济红利 你也给马祖经济 廉价经济红利 没错 那你因为你中央做不好 大家才会要求你 中央好好的做 是不是 结果他就骂人家 他说那个卡会泄密 那卡也就是一个悠游卡 或者是我们办台胞证 所有资料都在里面 又卸什么密 所以现在都是一种认知 所以我把刚才这个整理之后 就了解 我其实对赖兴德的演讲 并不抱太高的期待 从美国说他讲话及格了 其实也就是说 大概知道他的讲话 不会太及格 所以先打个预防针说 他讲话及格 先打预防针 对 因为什么呢 他不会讲到反台独的东西 也就是美国那三位学者 说要冻结台独党纲 他不会讲这个东西 对 第二个呢 他也不会讲 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这两个在政治性 比较高的意涵的东西 他不会讲 那第三个 有没有可能是赵老师说的 他也释放一些善意 可是我刚刚这样讲下来 好像这个善意 目前我感受不到 他有任何的安排 那他的善意就是 对方的善意 对方已经有三个善意出来了 一个是马祖旅游 那刚才我提到 被民进党批成这个样子 只是马祖旅游 那但是马祖如果能够 一年多四万个人 他可以有五亿台币的经济价值 第二个是那个平潭的客运恢复 平潭的货运在六月份 去年六月都已经恢复了 小贪通通都已经恢复了一年多了 平潭为什么不能恢复 如果平潭恢复 第三个 那就是福建省的居民 可以组团来台湾 现在我觉得他基本上 就是在挡 在拖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他在他的支持当中 讲到支持交流 那当然口号谁都会讲 但是政策后面会不会出来 这个当然要另外观察 我甚至怀疑这个交流的部分 可能大概都只是一种 有前提有口号式的 那我比较要提醒的是 他除了会讲什么 要看他没有讲什么 那他没有讲的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 他有另外一个东西 他可能会讲的 也就是台湾民主 台湾意识 台湾主体 台湾民族主义 也就是在他整个建构 你现在看他的整个 就是那个CSI的整个 就是辨识 以及诉求 就是他把凸显台湾主体 台湾意识 还有台湾民族主义 也许台湾民族主义 可能不会那么强烈 明显的在他稿子当中提到 但是你看到整个建构的 就基本上 是在帮整个台独 做一个血漏支撑的 这个架构 台独理念 台独理念不是一个 单纯的政治宣誓 台独理念对他们而言 是要更进一步去建构 就是除了反中之外 一定要自己主体性的建构出来 那在他的讲稿当中 我觉得我们要去观察 他是不是更进一步 在主体性的建构 台湾意识 台湾民族主义的这种 台独的支撑的血漏架构 盘重金属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 一起健康下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